感情事件和油管上面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财经漫谈 我是童馨 星期四 中字投的股票是暴涨 是股市回暖了还是逃跑的信号呢 中共金融系统危机再有新信号 这家银行的股价危险了 马斯克说中国车企正威胁全球大多数同行 背后的真相是什么 赢马拉的背后的危机又是什么呢 今天我们来聊聊这些话题 星期四也就是1月25号 中国股市上的中字投股票是集体暴涨 其中多个中字投股票是涨停了 包括中国石油等等 不过人民币却没有中字投的股票这么上头 而是选择了下跌 那现在的实况究竟该怎么理解呢 我问了现在还在投资A股的一位朋友 他说你看现在国际原油的价格到每桶100美元了吗 没有呢 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才每桶80多元 那中国石油这三桶油为什么会暴涨 明显就是国家队拉的 这就是老套路 国家队拿钱砸出来的 所以还是那句话 你仗我就跑 所以即使这些中字投的股票在涨 但是外资还是在撤 所以也是那句话 任何一个反弹的机会都是出逃的机会 大家还是接着跑 而且是铁了心的要跑 他说这次国家队终于肯砸钱进来了 因为股市就是用资金堆积起来的 如果这一次砸进去的钱有人跟着进去了 那上证能回到3000点的时候 那股市就拖住了 只要能拖住 国家队就可以退出了 就可以撤了 国家队的任务完成了 把接盘的就给套在里头了 这还是一个养套杀的思路 不过党管金融 党管股市 下面这些官员怎么突然赶救市了呢 有授权吗 这位朋友认为啊 从中共党魁习近平说要打造金融强国开始到现在 也就是十来天左右的时间 中国股市的大盘是从暴跌到开始翻盘 当然现在还没有到大涨的行情 可以理解成他说的那句话就是先利后破 什么是先利后破呢 利的是什么 就是徐说的这句打造金融强国 但是没想到短期之内破的太快了 整个市场的体系都乱了 投资者对市场的评估和评判标准全都破了 还是没利起来 破的太凶太急了 所以不排除啊 中共党魁习近平是意识到自己这件事是干砸了 所以啊也赶紧出手维闻 往回找补一下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中共当局密集的喊话和行动 如果没有习的下令是谁也不敢动的 所以现在中共当局的这些行动啊 就是对之前喊出要打造中共特色金融强国的一个修正 那现在市场上投资者的思路都是什么呢 他说啊 大反弹大撤 小反弹小撤 你不反弹我就跟你耗着 例如手上掐着三桶油的 不要着急 只要国家队出手 肯定会拖三桶油 那就是车的机会 国企估值暴跌 中共肯定是受不了了 所以说股价成为国企负责人的考核指标之一 趁着你外资没进来 我国家队先进来拖市 起来了 等你外资进来的时候 进来接我的盘 所以总结一下近期的股市 虽然国家队入场了 但是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 就是最好的撤的机会 接下来我们再讲一下中国大陆金融系统的问题 前一段时间我们一直在跟踪报道 中国大陆金融系统的危机 但是啊 近期中共旧股市的话题 让人很容易忽略了中共金融系统危机的话题 以及房地产危机向银行体系蔓延的情况 但是没有报道 不代表这些危险的趋势停下来了 今天我们就看到有文章说 有一家银行可能出事了 这是哪一家银行呢 大陆财经自媒体账号包不同发文说 厦门银行股价跌去了65% 这是出啥事了呢 文章说 在梳理2023年银行股表现的时候 厦门银行的股价引起了他的注意 因为厦门银行在1月25号的收盘价格是每股5.18元人民币 那这个数字啊 是比2020年的高点已经跌去了近65% 那这个股价已经不是腰斩了 而是大腿以上都给砍了 那这么大的跌幅难道是行业的普遍现象吗 显然不是 如果是的话就不会单独引起作者的关注了 作者还做了一个对比 比如宁波银行近三年 它的股价跌幅是48% 平安银行近三年也跌了比较多 跌幅达到了56% 招商银行这可是股份行的龙头 近三年呢是跌去了37% 不过号称宇宙第一大行的中国工商银行近三年的股价是涨了12% 同样是三年 为什么厦门银行这么惨跌得这么夸张呢 文章说啊 从财报来看 有业绩层面的原因 财报显示2023年前三季 厦门银行实现营业收入是42.93亿元 同比是下滑了3.52% 归属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还是达到了20.63亿元 同比是增长了14.63% 利润这个增长呢 倒是还可以 但是营收的确是不太够看了 同期A股17家上市的承商行中啊 17家实现的是营收同比增长 而厦门银行是属于下滑的6家之一 厦门银行在去年的前三季啊 利息净收入和非利息净收入都是双双缩水了 此外文章还指出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方面 就是厦门银行对房地产的风险敞口 凤凤财经旗下的银行财演曾经做过统计 说2021年末的时候 厦门银行房地产业的不良率是高达3.67% 位于不良贷款行业的首位 按照厦门银行在业绩说明会上的说法 2021年厦门银行房地产行业不良贷款 主要是来自恒大的项目 除了恒大之外 厦门银行还采雷了千亿房企阳光城 根据2023年半年报显示 截至去年的6月末 厦门银行作为原告为执行的诉讼标的 本金金额超过1000万元的诉讼仲裁案件 是一共有87件 涉案的金额是达到了32.48亿元 要知道2022年 厦门银行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才只有25.06亿元 那这个涉案金额比他一年赚的钱都多 当然了 除了受到房地产影响之外 厦门银行还有多次被监管部门处罚 根据面包财经的不完全统计 2023年该行累计被处罚了四次 其中有三张罚单被罚的金额是超过了百万元 那厦门银行这个案例明显就是房地产的危机向银行系统蔓延 那接下来还会有什么样的案例出现呢 我们保持持续的关注 那今天节目的最后 我们再来聊聊最新又成为娱乐热点的马斯克 当然今天不是讨论特斯拉股价为什么在昨天跌了12% 而是他在周三说的一句话 特斯拉的首席执行官马斯克在1月24号的电话财报会议中说 如果没有建立贸易壁垒 中国几乎会摧毁世界上大多数其他汽车公司 这句话是引发了媒体的持续关注 我们今天也从下面几个方面来给大家解读一下 我们先来看一下1月12号中共海关总署发布的全年汽车出口数据 2023年中国汽车出口是522.1万辆 同比是增长了57.4% 出口总额达到了1016亿美元 同比也是增长了69% 全国出口量预计会高于日本 那这就意味着中国将第一次成为世界最大的汽车出口国 其中的主力就是这个电动汽车 虽然前面有强劲的出口数据 后有马斯克对汽车行业的警告 但是这种赢麻了的现象背后其实是危机四伏 我们都知道中共在出口电动车方面能有这么亮眼的数据 背后是中共的补贴和其他政府的援助 华尔街日报的报道也引述了美国官员的说法 是说北京为了支持自己的电动汽车供应链 提供了大量的补贴 他们认为这让中国的车企能够以不公平的低价 销售他们的产品 所以从美国视角来看这个事情 关键的一点就是中国车企的厉害之处不在车企本身 而是政府的补贴 就是党国之力在支撑的这些车企 在美国实际上已经对中国电动汽车筑起了一座壁垒 就是马斯克说的这个贸易壁垒 美国前总统特朗普曾下令对进口自中国的汽车加征25%的关税 拜登就任总统之后继续执行该政策 并且还进一步加码 拒绝让中国产的汽车享受所谓的购买美国货的补贴政策 而这种补贴可以让美国消费者的购车价格降低数千美元 即使中国造的汽车可以快速的打入其他市场 但这些措施让中国汽车制造商几乎无法与美国本土制造的 或者美国从盟友那里进口的汽车展开竞争 不过补贴这个事儿已经引起了从中国大量进口电动车的欧盟的高度警惕 路透社的报道说欧盟委员会已经派出调查人员前往中国 将在一二月份访问比亚迪吉利还有上汽集团 并对这三间汽车企业进行反补贴的调查 这次调查会集中在两个方面 第一个是在中国生产并向欧盟国家出口电动车的企业 是否获得了中共政府的补贴 第二是原产于中国的补贴电动车进口到欧盟 是否可能对欧盟内电动汽车制造商的健康运行造成损害 而一旦欧盟通过调查认定上述指控为事实了 那么欧盟对中国生产电动汽车的关税将从目前的10%进一步提升 中国产电动车在海外迅速崛起 这只是一个表象 其实自身还是存在着相当大的隐患 大陆网站虎秀发表了一篇文章说 虽然中国电动车在欧洲的售价相较国内要高得多 但是其实并没有赚多少钱 车企内部人士透露说 在欧洲卖车很多中国车企其实是赔钱的 先不说仓储物流等成本 光是一款车在欧洲的E-MAX认证费用就高达上千万元 与此同时 中国汽车企业在国内压倒合资品牌的智能化 在海外同样带来了额外的成本 文章还指出一种情况 就是中国汽车品牌的对外出口销售中 由于直营体系的成本太高 在俄罗斯 南美 中亚 以及东南亚部分国家和地区 由于没有开设官方销售渠道的缘故 不少车商选择将车辆在国内完成上写 以二手车的身份实现合规的跨国贸易 而用户一旦遭遇事故和故障 想要维修保养 甚至没有地方能买到官方的零部件 那一旦这种模式 在一个国家或单一市场形成了规模 那么将会对该汽车品牌 未来进入市场买下巨大的隐患 那作者认为 像发展中国家销售 没有售后服务和质保的车 做一锤子买卖的这种做法 在一定程度上 已经可以被定义为是节责而鱼了 那因此 如果我们简单的根据出口销量的多寡 来认定中国汽车工业 在全球的竞争力已经超越日本了 显然是以偏改全的 那彭博社的评论文章说 为什么中国在电动车的成功 可能会剥下经济停滞的种子 也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我们来看一下 这篇文章的作者表示 目前中国的电动汽车 电池和可再生能源的成功 让中共认为 国家大力介入是有效的 自上而下 党管的模式是行之有效的 那中国党会习近平 也是正在大力强调 重新建立共产党的控制权 那作者认为 其实事实上 私营企业在中国电动车行业 电池以及可再生能源 这些产业中的发展 其实是发挥了关键作用的 但是如果中共 以及政府的决策者 还有监管者 认为私营企业的行为 不符合他们的期望时 他们就会非常明确的表示出来 比如中共在2021年 几乎摧毁了整个私营的教育企业 换句话说 党管经济的模式会拆掉中国经济发展的基础 也会阻碍生产力的提高 党管经济能摧毁房地产 摧毁教育行业 那么电动车行业会不会是个例外呢 谢谢观众朋友们 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 谢谢您的观看 我们明天再见 谢谢观看